来 左脚 绷脚 这老胳膊老腿的 两条腿还站不住呢 经济独立 亏你想不来 你站不住说明你三脚不通 更得多练练 这能管用吗 这人的血液循环呢 是从上到下 你经济独立 人的注意力 全都集中在你这脚上 能够调动下胶腰伏 整个腿的平衡 就能隐缓下行大通三交 不行 我真站不住了 你看着看 刚才小片已经看完了 这个筋肌独立 这个动作确实很简单 那它到底能不能 引火下行打通三交呢 来 现场的观察员们 你们怎么看 唐文利 这个是可以打通三交的 因为这个筋肌独立 你看着是吧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但实际上它动用了 这个我们身上的器官 还是很多的 第一个我们这个 你看脚是吧 两只脚都要用 你虽然是一只独立 但另外一只要平衡嘛 对 还有一个手 再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地方 我认为是大脑 要平衡 我们中医 由于讲一个导引术 实际上就我们 经济独立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追力 都集中到一只脚上了 我们的三交不通 实际上就是火跟水 它不交嘛 然后你看我们那个大脑 从上 从头顶到脚底 一下子就贯通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认为是对的 分析的还是挺全面的 那三位专家 针对唐文立的回答 他说的对不对呢 要不要惩罚呢 对 不要 说得很好 不要 说得很好 得到杜医生的表扬 刚才这个文立讲的特别好 经济独立这个动作 源于我们的太极拳 也是非常好的一套工法 它具体锻炼的时候 它可以达到疏通三交 引火下行的作用 在肌理呢 第一点就是说 我们做经济独立的时候 人体我们的注意力 是在脚上 因为要保持我们的稳定 注意力到脚上 人体的气血 随之要向下汇聚 气血汇聚到我们 脾经的太白血 肝经的太重血 和肾经的永泉血 回去之后 它会疏通全身的经络 使气血通畅 把人体内的这些浊气和淤血 清除总 第二个方面的作用呢 就是你经济独立时 要保持平衡的话 脑部要维持你的平衡 这样的话就可以预防 我们这些脑萎缩 老年时代这个情况 除此之外 我们腿 臀部 还有腹部的肌肉 要长时间的一个收缩 这样的话可以起到 锻炼肌肉改善循环 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们曾经总说一句话 人老 脚先老 其实人体的第二颗心脏 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于脚踝 当脚踝得到锻炼的时候 蹦血的功能会更强 它相当于帮助我们 提高整体血液循环的能力了 所以经济独立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确实对于老年人来说 有好处 那这个经济独立 刚才说了这么好 到底该怎么做 我反正不会 接下来我们有请 河南省中医院的医生 梅永振来教教我们 到底如何经济独立 有请梅医生 来 请到中央 有请梅医生 梅医生好 来 这不应该就我一个人呢 我们先请年轻人 来感受一下 白杨 斯伯以及苗叶 来 请上场 梅医生怎么做 好 首先 并部松静站立 好 提左膝 开左部 然后两手小腹前抱球 现在重心在两腿之间 下面 重心右移 好 然后提左膝 对 挑左掌 右掌下按 左掌前推 保持平衡 每一生咱就不动啊 这个动作保持多久 保持三到五秒 三到五秒 咱不三到五秒 咱就看谁先摔倒 白杨以兵 这边都快摘到我这块来了 哎呀 斯伯可以啊 好 这个是左筋肌独立 然后 手下落 再回到咱们的预备室 两膝盖外撑 再接右筋肌独立 做右筋肌独立的时候 首先 重心先左移 对 右撑住 然后 右膝提起 左手顺势调掌 左手下按 苗炎 咱俩看谁最后输啊 苗炎 看斯伯真的很稳 白杨你快学学 好 这是右筋肌独立 然后再落步 回重心 两手 小腹前抱球 立身中正 好 起身向岸 各一侧各三到五秒 对 咱们前期的练的时候 因为这个要站稳 要保持平衡 咱不要追求时间的过程 达到一定层子之后 咱们可以在持续的往上增加 最棒的就是斯伯 掌声给斯伯 纹丝不动 白杨啊 对 咱年纪轻轻的 是一会儿都站不稳呢 对 我越使劲 好像越站不稳 我稍微放松点 我也会往一边歪 他好像 我可能是这个 没掌握好平衡 所以我问一下 像白杨啊 像苗野啊 金肌独立站不稳的 当然也有我了 杜医生应该还有别的方法吧 有的 还有一个方法 是站桩 适合我们老年人 或者是不能很好把握 平衡的人来锻炼 好嘞 那我们先请斯伯和苗野先落座 好吧 白杨被留在了场上 刚才医生也说了 更简单的 适合老年人的 不好意思 我们有请文力和康大姐 梅医生来 告诉我们这站桩该怎么站 好 首先开始 松静自然站立 好 重心右移 缓慢地提左膝 开左部 对 重心向左移 起身 好 然后翻掌掌心向后 好 翻掌掌心向前 然后松跨下蹲 好 在这个基础上强调几点 第一个 还是要求立身中正 这个时候保持身体不要潜伏 也不要护痒 第二点 脚下是五指八地 两膝盖向外撑 两臂保持自然 沉间坠肘 在这个功能当中 咱们的百慧血 也就是咱们的头顶 要向上 然后咱们还有一个慧音血 也就是在两腿中间 百慧 慧音 还有这个脚下 拥拳血 保持在一个切面上 呼吸的话 做到身 细 匀 长 梅医生还有多久 这一段 好 缓慢地起身 翻掌下岸 我真是站不住了 而且都出汗了 刚才我可听王医生说 咱这一站 最起码得站个半个小时呢 萌萌 不是咱这个一分钟 两分钟就完事了的 对 半个小时啊 并不是说一上来 就直接15分钟 20分钟半个小时 要循序渐进 量力而行 就刚才这么一小会儿 我们练的也就是两三分钟 说实话我已经开始冒汗了 先问一下我右手边的康大姐 别说站半个小时 再站一会儿也不行了 然后我腿已经开始抖了 热了 抖真的是康大姐来扶我一把 我也是这种感觉 谢谢各位 请落座 谢谢 对 站庄的时候我们要求全身要放松下来 放松之后 我们的肌肉的紧张可以缓解 经络会疏通 气血寻形 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能够达到我们活血化瘀 去除失血缓解全身疼痛 这样的一个效果 第二个就是我们站庄的时候 人体心脏的血液可以更多的分配到肌肉里边 减轻心脏的复合 站庄的时候 这个我们的呼吸要调畅精神集中 可以去除咋念 缓解焦虑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说这个站庄 对改善我们人体 这种瘀和湿的这个状态 特别有效 当然这两个动作 无论是它简单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难 对于老年人来说 一定要量力而行 老年人首先要动起来 这是肯定的 这个因为你像是老了 这个机器都锈了 很多功能都差了 如果你再不动 那不锈了更快 就是说这个经常 这个老年人动动 对血液循环的肠胃功能和蠕动 特别是都有帮助的 你肠胃功能蠕动好了 你水势的韵化就会好了 你肯定是这个坏水 就会相对的减少 反正有些人 他这个老年人他就说了 他说我这个运动量可大了 他说我每天就是在家 打倒卫生 干活 那还是事可多 我想强调的 就是你这个运动 在家里干家伙 虽然都动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建议这个老年人 多做这个户外这种 有氧的运动 包括这帐光 你不要在家里站 找空气新鲜的地方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 你不能刚吃完饭 马上运动 或者是说你这个 剧烈运动完了以后 就直接睡觉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 也不要做这些运动 让自己平心静下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